今天我们四个 其实一晚上就等着这一刻 我觉得你叫发自内心的开心 哎呀 你知道吗 主持人就是只用拿话筒就是了 歌手他是要戴耳反的 你知道吗 而且本来应该出来 正常出来了 我们就应该站两边准备开始唱歌 主持人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得在唱歌之前还要讲话 这是什么职业 你看小萨都没讲话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小萨他已经进入他的状态了 因为今天是他的出道演唱会 我刚才我的真实的感受 因为我们做了那么多期新搭档 我跟宝宜一直是坐在这里 看着每一对搭档从后面 当当当当出来接受挑战 我们当时觉得没什么嘛 很简单嘛 但是真正自己走一趟 发现 确实挺简单的 而且今天我们是 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的日子 因为今天我们的评审呢 是一直在梦想新搭档 被我们这个节目组 一直拿来打分的 拿评比的我们的每位新搭档们 那我们就开始了 我怎么感觉就是戴上耳反 根本听不到你们在说什么呀 没有因为我们还不习惯 他哥哥他知道自己在唱什么吗 知道 他们都知道 知道吗 别在这回声 我跟你说 没出过唱片的都这么练 各位亲爱的朋友 梦想新搭档主持人PK 现在开始 来 掌握过来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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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开始了 首先我们把舞台 你们开始吧 你们先吧 留给何炯 谢娜 我们今天把一首温暖的情歌 送给大家 我和谢娜唱歌呢 本身就很有喜感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会反其道而行之 在接下来这首歌当中 我们会非常认真地为他诠释 一段不可能的感情 就是何老师 大家之前听过他唱非常深情的歌曲 像《枝子花开》啊 今天就是 他其实没有特别突破 今天也是很深情的 我是有一个说唱歌手 今天变为情歌歌手 你现在搞得跟个天线宝宝一样 我完全听不到我在说什么 你现在OK吗 你要不习惯你干脆别带了 其实有的时候 不是要带歌手都要带这个的 不是带着 就是唱的时候还要调你知道吗 就不带 不是调这儿 调下面就是那个音量 不是我带到这儿的呀 啥呀 七所算啊 搬唱的朋友们 稍微唱大声一点啊 我和你 男和女都逃不过爱情 谁愿意 谁愿意 有勇气 不顾一切 付出真心 你说你 不知你 还包括我 自己 我给你 该不该再继续 该不该再继续 该不该有回忆 让爱一步一步靠近 我对你有一点东西 却如此害怕 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 有那么一点点东西 一点点迟疑 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己 我给你 我给你有一点东西 不知结果是悲伤还是心 有那么一点点东西 一点点迟疑 害怕爱过以后 还要失去 难以抗拒 人最怕就是懂了情 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 却陷入爱里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我和你 男和女都逃不过爱情 谁愿意 有勇气 不顾一切 付出真心 你说你 不知你 还包括我 自己 该不该再继续 该不该有回忆 让爱一步一步 让爱一步一步靠近 我对你有一点东西 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 有那么一点点东西 一点点迟疑 我对你要永远疑 我对你要永远疑 不知结果是悲伤还是心 有那么一点点东西 一点点失忆 害怕爱我 害怕爱过以后 让我失去 难以抗拒 人最怕就是懂了情 虽然 虽然不想不开 也不随 其限有爱力 我和你 男和女都逃不过爱情 也许应该放心 让爱一步步靠近 谢谢 谢谢 好 现在可以投票了 好吗 谢谢大家 好 下一对自动放弃了 有没有